牡羊座 牡羊座在五月份 有许多的交友运势 是非常良好的 你会结交到全新不同领域的朋友 他们也非常的有聪明才智 对你会带来良好的影响 同时也会有一些感觉上比较奇怪 也或许动机没有那么的善良的朋友 但是你可以分别的 所以心态调试好就可以了 你在工作上发挥了你的聪明才智跟口才 你可以好好的把事物良好沟通 因此是令人无法忽视非常有实力的工作伙伴的 工作上虽然表现得非常好 同时还是建议你要注意一下身心的平衡 不要让自己有感觉到似乎被工作填满了所有的时间 同时提醒你要留意意外的金钱支出 还有留意传染病的可能性 多一分留意就是对自己的一分保障 爱情方面 你可能会在朋友社群当中因为表现专业而显得非常吸引人 这是你的强项 你可以好好把握 整体上而言 这个月你在工作上的表现十分的抢眼 善于沟通 又十分的有创意 在工作团队里 大决啊 都觉得你十分的关键 也会赞叹你的聪明才智 所以还是要好好把握 拥有的表现机会 祝福你了 这样决定是吗 好